我恭喜你发财 我恭喜你精彩 最好的请过来 不好的请走开 我里多人不快 hello大家好 欢迎回到VikoVlog视频频道 我是Viko 那么马上就要过年了 Viko先在这里面给大家拜一个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鼠年大吉 鼠你最开心 鼠你最有才 好吧 那么接下来Viko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节日的氛围内 用达芬奇的Fusion特效来制作一个 刚才大家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片头效果 那么Viko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简单而又实用的特效呢 一定会让自己的视频更加的有趣 更加的生动 那么让我们废话不多说 立刻就开始吧 hello小伙伴们欢迎回来 我们首先需要三段素材 然后右键空白处 选择新键Fusion合成 合成的名称我们可以随便起一个 时长是5秒钟 帧率24帧 然后我们点创建 然后我们将Fusion合成拖入到时间线中 然后我们点击Fusion选项卡 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进行一些初始化的工作 我们右键选择 Orangetools里边的2grade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有一个吸附效果 首先我们创建一个Text的节点 然后我们选中Text 然后输入恭喜发财 然后修改一下它的字体 我们选择一个比较粗的字体 然后我们选中Text的节点 然后按E 我们就可以看见文字了 然后我们调整一下它的大小 然后将它向上调整一些 因为后面我们要做一个副标题 接下来我们点击媒体池 将我们第一段视频素材拖入进来 然后我们关闭媒体池 然后我们需要将Text的节点和Medic节点进行合并 合并以后会生成一个Merge节点 这个时候小伙伴们要注意一下 Text的节点要连接黄色的箭头 而Medic节点连接绿色的箭头 这样子的原因是因为Medic节点要变成前景 而Text节点要变成背景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点击Merge 然后按一下R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效果了 当然这不是我们需要的效果 我们需要点击Merge 然后在右侧选择Operator里边的In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Merge节点 将我们的视频 然后框选到了文字当中 当然这不是我们需要的效果 我们需要在Medic后面再创建一个Transform节点 然后利用Transform节点将我们的视频缩小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 因为现在的视频大小还是全窗口的大小 我们缩小到文字大小 调整一下 这样子的话可以让视频在文字当中显示更多的内容 然后我们将它拖到恭喜发财的公字 我们来做第一个文字的效果 当然拖到现在我们发现 恭喜发财的喜字还是有半截在外面露着呢 所以我们必须要再创建一个遮罩图层 来把喜字把它遮罩掉 这个时候我们去点击一个剧情选择框节点 然后把它连接到Many节点上 OK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遮罩图层 然后我们调整它 把它指框出恭喜发财的公字 这样子的话我们恭喜发财的公字的效果就做好了 接下来的任务很简单 就是我们将这五个节点 然后复制一份出来 我们点击Ctrl C 然后点击Ctrl V 然后我们用复制出来的这一份来做 恭喜发财的喜和发字 当然这里面我们的text节点是没有用的 我们只需要去用原来的text节点就行了 所以我们将原来的text节点连接起来 然后这样子的斜线我们是很难看的 将来节点多的话也不是很容易看 所以我们按住L的键 然后可以拖出来一个直角 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重新规划一下 我们的节点路径 它对实现效果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当然这个medic节点也是没有用的 我们需要采用第二段素材 所以我们打开媒体池 将第二段视频素材拖入进来 然后将媒体池关闭 然后将原来的节点连接好 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效果就可以看到了 当然现在还是恭喜发财的公字 所以我们需要将transform节点做一下位移 然后同时我们需要去处理一下刚才的遮罩图层 也就是这个巨型的选择框 我们把恭喜发财的喜和发字把它再选择出来 调整一下它的大小 我们这里需要去同时调节这个遮罩图层和transform节点 以达到让选择框 刚好框住喜和发字 然后让transform节点的这个视频的大小也调节的比较合适 所以我们在两边都需要做一下整体的调整 OK这样喜和发大概就做好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来做恭喜发财的材质 同样我们复制一下第一份节点 在空白处复制粘贴出来 OK那么它的操作逻辑和刚才的这样子的一套逻辑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Vico在这里边就不做过多的赘述了 大家只看一下操作的步骤就行 OK那么我们三个这样子的节点全部创建完成 以后恭喜发财四个字的效果大概已经做完了 所以我们需要再通过两个merge节点 然后将这三个节点全部合并起来 那我们拖入两个merge节点进来 然后我们把merge的节点的位置把它摆好 以便于我们看得更清楚 我们将第一和第二个merge节点全部连接到第一个merge节点上 然后将第二个merge节点 然后和刚才的merge节点相连 大家就保持这样子的连接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效果 OK恭喜发财四个字已经完完整整的出现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给恭喜发财四个字秒一个边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在text的节点上进行一个复制操作 我们Ctrl加C复制 然后在空白的地方右键选择粘贴实力 这个大家要看清楚 OK我们右键完成以后发现中间有一条绿色的线连接两个节点 表示这两个节点是一个相互继承的关系 也就是相互其中一个修改的另外一个也会修改 那么接下来我们选中这个实力节点 然后为它创建一个merge节点 然后将它拖拉过来和其他的merge节点对齐 然后我们把它连接到一起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创建一个外边框 所以我们需要将实力节点的前景连接为绿色 然后背景连接为黄色 这点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实力的白色的文本已经覆盖到了原来的节点上 这个时候我们选中text的节点 然后在右侧选择shading选项卡 然后在下面的appearance这样子的一个文字上右键 选择Dinstance 将它的这个属性和原来的节点进行切断 这样子的话我们在修改这样子的一个属性的时候 就不会影响原来的节点了 然后我们调整一下边控的粗细 大概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调整一下颜色 选一个土豪金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恭喜发财大概就做好了 我们接下来做一下副标题 我们拖一个text的节点进来 同样的选中它 然后输入 祝小伙伴们 鼠年 鼠你最有才 OK我们调整一下它的字体 接着我们选中它 按下1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文字的效果了 然后我们选中它 创建一个merge节点 将这个merge节点和之前的merge节点相连 接着我们按下2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新创建的副标题就出现了 然后我们选中text的节点 然后将它往下移一点 然后在右侧我们修改一下文字的颜色 大概也是一个金黄色差不多 然后我们调一下它的文字间距 OK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接下来就剩最后一步了 我们创建一个背景图层 我们选择一个背景的节点 然后选中它 创建一个merge节点 将merge节点和之前的节点连接起来 然后我们选择merge节点按下2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黑色的背景 那么接下来我们选中background 修改一下它的效果 我们来制作一个 从中间向四周过渡的一个渐变色 OK那么这就是整体的效果已经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为整体来做一个简单的过渡动效 我们拖拉一个transform节点进来 然后我们拖拉当前帧数到最后一帧 然后我们在右边为size打一个关键帧 紧接着我们将当前的帧拖到第0帧 然后再打一个关键帧将它的size调整一个大小 OK那么我们整体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大概就做好了 那么最后一步就是将media out的节点 和我们的最终的merge节点连接到一起 这样子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转到剪辑选项卡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刚才做的效果已经出来了 我们等一下它渲染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最终的效果 哈喽小伙伴们欢迎回来 不知道今天大家有没有学会呢 那么今天这支视频是Vico在农历新年之前的最最后一支视频了 那么最后的最后 Vico还是要祝大家新年快乐 吃好玩好喝好 红包拿到手软 OK那么今天就这样了 如果你们喜欢今天这支视频的话 不要忘了点赞投币转发 如果你们喜欢Vico的频道的话 不要忘了关注和订阅一下Vico的频道 支持一下Vico 那么我们明年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